第十四題有關於常用酸菀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選項A如果不小心沾到酸 因迅速與大量清水沖洗 這個是對的 我們在實驗室裡面都是 不管碰到酸跟菀 都是要迅速與大量清水沖洗 C是濃硫酸時 因把濃硫酸緩緩倒入水中 這個是對的 這是我們跟各位講過的重要的實驗步驟 因為濃硫酸有脫水性 因為濃硫酸加水會放出高熱 因為濃硫酸的密度比水大 所以吸濃濃硫酸的時候 要把濃硫酸緩緩倒入水中實時攪拌 這個是對的 那麼我們也知道 氫氧化鈉會容易吸收水氣跟二氧化碳發生炒解 所以選項C說 氫氧化鈉至於空氣中 一吸收二氧化碳 產生化學變化的變質是對的 而我們知道是硝酸 然後碰到光 會發生反應 產生紅松式的二氧化氮 所以硝酸要放在深色瓶當中 而不是硝酸 所以第十四題 問我們下列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呢 要選的是豬 硝酸因以深色瓶成硝 以防止光線照射 產生有毒的氣體 不是硝酸 而應該是硝酸 或許對焗酸 與硝酸 而有加 tob